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asseline 贝奇 让我带大家看看Chrome 90 DevTools的最新功能 Yay 好消息 DevTools新加了全新的CSS Flexbox Debugging工具 让你能轻松调试CSS Flexbox的布局 当一个HTML元素含有Displace Flex 或Display Inline Flex CSS的时候 元素旁边会出现一个Flex的徽章 点击一下 网页将会出现Flex Overlay 扣画出该元素的Flexbox布局 在Styles Paint里 你可以点击在Displace Flex 或Display Inline Flex旁边的小图像 打开Flexbox偏辑器 你可以利用这个Flexbox的偏辑器 快速地更改任何Flex的属性 赶快试试 另外 类奥片中也新增了Flexbox的Section 列出所有网页里的Flexbox元素 你可以同时选择几个元素进行测试 DevTools也新加了Core Web Vitals Overlay 令网页效能的测量更视觉化 Core Web Vitals是谷歌提倡的使用者体验量化方式 它旨在提供你一些参考指标 帮助你优化用户体验 想要更深入了解 请浏览Web.dev.vTools 打开Command菜单 执行Show Rendering指令 然后 勾选Core Web Vitals的Checkbox 网页中会出现三个指标 Largest Contentful Pen 显示网站初次载入的速度 First Input Delay 显示网站互动的顺畅程度 Cumulatively Outshift 显示网页元件视觉的稳定性 我在视频下方给大家提供了连接 让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每个指标 DevTools在Console的状态栏中 加入了新的Issue Call按钮 这个按钮替代了原本在Console里的Issue信息 打开Console 点击Issue Call按钮 就可以打开Issues Tab 进一步了解Issue详情了 新的Trust Tokens Paint 为大家列出所有现实浏览器的Trust Tokens Trust Token是一个新的API 主要是帮助大家对抗网络诈骗 确保用户的真实性 以及防止Passive Tracking 想知道如何使用这个API 建议大家去web.dev.com 打开Applications Panel 在Storage菜单中选择Trust Tokens Paint 这里你可以看到每个Issue的Stort Token Count 以及Trust Token的Issue DevTools新增的模拟CSS Color Gamut媒体特性功能 让你模拟以及测试浏览器和输出装置 所支援的橙色范围 比方说 如果输出匹配Color Gamut P3的媒体特性 就代表用户的设备支援Display P3的色域 打开Command菜单 执行Show Rendering的指令 从Emulate CSS Media Feature Color Gamut下拉菜单中 选择其中一个选项 接下来 为大家介绍一下几个Progressive Web Apps的改进 打开Console DevTools现在展示了更详细的PWA安装警告信息 外加一个文档连接 帮助大家了解以及解决相关的安装问题 另外 打开Applications Panel 选择Manifest Paint 如果你的Manifest Description超过了324个字 DevTools现在会展示警告信息 来提示你 同时 如果你的PWA截图不符合设定标准 Manifest Paint也会展示警告信息 来提示你如何更改 预知到更多PWA截图属性的设定 请浏览 Web.dev.dev.ad-manifest 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贴士 你知道吗 你可以把颜色选择器里的颜色盘预览更改为CSS Wearables预览 怎么说呢 比如你在CSS里定义了一些Custom Wearables的颜色 现在 打开一个颜色选择器 一般来说 颜色盘预览会列出所有你现在网页的颜色 扩展颜色盘预览的部分 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把颜色盘预览更改为Material色系 自定义色系 或CSS Wearables色系 点击CSS Wearables的选项 现在 预览色盘已经更改为CSS Wearables 尝试选择一个颜色 颜色值将会更改为CSS Wearables 而非一般的颜色码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功能吧 好了 其实Chrome DevTools 90还有更多的新功能 跟往常一样 你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打开我为大家准备的更新文档 以及相关资讯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六个星期后 Chrome 91再见